美国人是怎么耕地的 一台拖拉机开过去 万物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不用担心 这台拖拉机还可以绕着跑一圈 顺便耕一下周围的航地 然后继续开过去 这台拖拉机唯一的缺点就是 耗油快 冬天这么大 如果一台拖拉机跑来跑去的话 非常影响工作效率 美国人脑洞大开 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拖拉机在拉着耕地离的同时 也拉着两罐油罐车 当拖拉机没油的时候 可以随时补充油量 不用再耗费加油时间 提高了不少工作效率 瞧瞧他工作的场面实在震撼 拖出来的土地都整齐化一 强迫症看了之后过瘾 美国人用的耕地离也是多样化 除了横向耕地外 也有数项耕地的 美国人把两台拖拉机开到田里 同时拉着耕地离作业 一路开过去 农田的土壤瞬间就换了一种颜色 这场面真是少见 我们什么时候也能做到这样的 不得不佩服美国的农业 机械化水平真是先进 虽然说我国是农业大国 但还不是农业强国 还有不少地方的农民工地 主要是靠蓄力 其实美国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可以引进 他们先进的农业机械 或者学习他们的技术 制造出比他们更先进的机械 让每个农民都用得上 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 农民不用再下地干活了 中国的农业也会越来越好 感谢观看